我们在给PS5选显示器或者电视的时候 主要有三个类型或者三个档次 从低到高分别是1080p的显示器或者电视 第二个是比较主流的4K60帧HDR10bit的显示器或者电视 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高端的了 就是4K144 因为PS5是支持4K120帧的 这个4K120帧需要用到的是HDMI2.1的标准 4K60帧用到的是HDMI2.0的标准 这个各位要注意一下 我现在弄了一台32寸的4K144 它在PS5上可以支持4K120 另外还可以打开VR 我在黑蜘蛛里面测试了一下 那个效果是很爽的 另外我还测了两款游戏 一个是WRC10 还有一个叫陈安五 他们的PS5版都支持4K120Hz 而且效果还不错 我还试了一下那个非法2 他们说支持 但是我没有找到开关 它还是4K60的 目前来说 PS5加上4K120Hz 再加上VR 在现阶段是一个新闲事物 如果在这方面你们有什么问题 或者想要了解的 我可以帮你们测一下 欢迎评论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